GTB-03 展示版 今天為各位比較的是最常見的 2000系列數位示波器的波形不獲率 比較的儀器包含了 GWINSEC的GTS-211 KeySight的DSOX-2000A 以及RIGO的DS-2000A 首先我們將這三台示波器 分別接到GTB-03展示版 而展示版所產生的訊號是 1萬分之一所出現的偶發訊號 我們來看觀測這三台示波器的顯示表現 首先我們看的是GTS-211 再設定為最短1K memory depth 而水平檔位在100ns per division 我們可以看到快速更新 以及成功擷取偶發波形的表現 接著在KeySight DSOX-2000A上面 除了它的memory depth無法調整外 其他的設定都相同 而它出現的偶發波形 就沒那麼亮麗 而在RIGO DSO-2000A上面 將Member depth設定在最短14K 而其他設定都是一樣 只是根本沒有辦法 成功地擷取偶發波形 由這三台示波器的顯示表現 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 GTS-211 以其12萬次每秒的更新率 提供了腳佳的偶發波形的擷取能力 此為信號分析 及除錯所不可或缺 以上是我主做的示範 謝謝